從現在說 沒有議警跑到這裡當處長 那時候來的時候 哇 九十幾件未解案件 然後那個監察院審計部糾正十九件 啊 同年那個 士氣也不高 所以那時候 晚上睡不著睡不著覺 董事長就告訴我 他說 你這個 就是訓練所的那個 至於至上的那個石頭 要放下 放下 放下以後 你就會享受當下 另外呢 只要承擔 你就不會有負擔了 要付出 才會傑出嘛 他跟我講以後 那個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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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毛病都沒有啦 結果 我們 很多困難 也奇怪 也都一一解決啦 所以 呃 其實我真的是 非常信任 如果沒有 沒有董事長把他調到這裡 我就錯過了 台電這一段 轉虧為營的奇蹟 我錯過了跟董事長歇息的一個 一個機會 我現在做了一個主管 第一個 用模有樣 就是修好自己的樣子 我們做任何事情 通人都在看 第二個 要盡心盡力 當者的精神 人家是講的一室一家 我說要移工一家 經營公司 像自己的家人一樣 你就會很多事情 會考慮 他的效力 效能 然後 這公司 大家都 有這個心態 公司就會 好處 好情 其實我們每天來工作 都要帶一瓶養樂多 為什麼要是帶一瓶養樂多呢 就是要養成好習慣 熱在工作 多多感恩 公司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公司 每一個人 每一個員工要珍惜 所以 你要 要選擇 台電做終身的職業 跟我一樣 台電是我第一份工作 也是最後一份工作 台電會提供 非常好的一個發展的機會 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有熱忱 只要你盡心盡力 我想 機會 永遠給我準備的人